歡迎來到燦爛時光 會客室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新聞記錄資料庫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頻的節目 我們節目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網站會播出 會有直接直播 然後在隔天或是在當天晚上 你就可以在公庫跟燦爛時光網站可以看得到 當然在廣播節目也可以聽得到 如果你是住在民雄地區的話 你可以打開你的收音機 聽FM88.1的節目 或者是在網路上面 你也可以聽得到我們的Podcast 那今天的節目要來跟大家聊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傷心 然後非常沉重 甚至有一點小小驚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台北捷運發生了無差別的殺人事件 我想這是台灣的民眾 台灣社會恐怕是第一次遇到 這麼讓人家驚恐跟驚慌的事情 我們也知道有20多人受傷 那有4人因此而死亡 那嫌犯政節的父母親其實也在前幾天出來面對社會 我們看到他也是戴著口罩 心裡面有一些的愧疚感 那我不曉得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在課堂上面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 很希望跟同學來聊聊這件事情 也跟一些朋友在談這樣的一個議題 不過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會從這件事情的媒體表現開始談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帶到更多的一個 更廣泛的一個社會的面向 或是文化的面向 來去跟大家分析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關切的一些點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非常高興邀請到的是 文化大學大傳系的副教授林福岳 同時也是台灣媒體化教育基金會的發言人 福岳你好 中小好 各位觀眾跟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不曉得福岳學長 當年還是叫你學長 沒有想到達到教練 對那個 你剛剛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你是應該是在媒體上面看到 那你那時候的感覺 那時候的心情 那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人正在打警衛 所以我那時候馬上就觀察周圍的人的反應 OK 我不確定我周邊的人是不是都知道這個訊息 可是我發現有些人在看手機新聞的時候 似乎帶著一點恐慌 可是當場並沒有 我並沒有察覺到明顯的騷動 或者驚慌或者恐懼 可是我反而覺得是隨著新聞的報導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感受跟恐懼是在不斷的加重當中 這就讓我們必須去思考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當社會有重大的意外或者災難發生的時候 他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我自己是在手機上先看到這個消息 然後我自己看的時候其實是有點想哭 特別是晚上在看到電視新聞的時候 畫面越來越多出來 那很想哭的原因是因為 哇怎麼會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次會該怎麼辦 然後這個兇險的家人 或者是被害者的家人 他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沉重 而且也沒有經歷過的經驗 我相信對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 也恐怕都是如此 就像剛剛福岳剛剛特別提到 不過我想這我們在後面再談 剛剛福岳提到說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社會慢慢開始恐慌 當然是跟媒體有關 你也剛剛也講到說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一下 這個媒體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應該扮演的角色跟責任是什麼 媒體文化基金會其實在隔沒多久 其實就發了一個聲明 可以先跟我們談一下 那一份聲明裡面的一些重點嗎 對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媒體的狀況有幾點 我們覺得必須要做一點點的呼籲 那裡頭幾個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不希望再過度的去渲染 或者強調這一個獲釋的本身 因為很多媒體還是不斷的在 重播那個血型殺戮的畫面 跟這個血字 跟這個受傷者躺在地上的這些畫面 我們覺得不應該再過度的渲染 對一些 尤其是兒童來講 這可能是一個不太妥當的狀況 第二個當然就是本則新聞的專業 就是應該是以資訊的提供為主 可是還是有一些媒體不斷地做 加害人或受害人他們家長 甚至做侵入式的報導 不希望媒體可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媒體上有非常多的傳言 媒體在沒有經過查證的狀況下 就把這些謠言不斷地傳播出去 我們也希望媒體做到專業的 不要去把這些謠言複製跟重複 製造更多的恐慌跟憤怒的情緒 主要大概是這幾點 這次是可以 之所以可以有那麼快的會議很重要的是 很難得到我們這次的幾個所謂我們的執行董事 很快在第一時間內就把這幾個概念給提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給媒體做參考 另外一方面也透過媒體自己的衛星公會 他們做內部的一個互動 讓彼此之間有個相互的提醒跟約束 所以後來可以 我個人觀察是可以稍微看出來 媒體在渲染上是確實有一些收斂 不過其他的瑕疵 報導上瑕疵跟媒體專業上瑕疵 但是還是不斷的會有一些出現了 對 所以這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一些特別要去注意的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也會是蠻多人會去關心的 就是好多人都希望聖結的父母出來面對 那有人會在 例如說苗布亞律師 他其實也在公益行動影資料庫上面 有一篇文章提到說 他其實只是一個嫌疑犯 OK 我們沒有辦法說 他一定是一個所謂的殺人犯 雖然我們可能看到那個殺人的過程 可是法院沒有做最終審判之前 我們似乎不能夠去做這樣一個定義 當然這種說法是很多人不以為來 可是如果從媒體審判的角度來看 怎麼去稱呼這些人是比較好的呢 或者是我怎麼去揣測他的父母親 他到底跟他的親子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也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人會去質疑或者是很困惑的地方 對 在這個狀況下 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 社會上對這件事情的兩個最重要的情緒 一個是恐懼 一個是憤怒 所以非常急切地想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 去找到可以歸罪的對象 誰來對這件事情負責 可是媒體找了一陣子發現 趁前好像也沒有什麼父母不在 也沒有什麼單親 也沒有吸毒 也沒有受到霸凌 也沒有什麼情感受傷 好像你在他個人心理上 找不到這些明顯的 我們認為 我們傳統刻板印象都認為 可能有反社會人格的傾向的背景 第二個當然就會直接找到說 他的家人是不是該對這個事負責 甚至他的學校 要不要該對這件事情負責 那東海大學在做出一個非常有智慧跟成熟的回應之後 大家當然就把矛頭再指向家長 我想這個社會心理的感受我是可以理解 可是媒體是不是在這個狀況下 要去加重或者是強化這種社會集體心理的反應呢 然後把這個歸在一個父母親身上 是不是一個我們社會最好 最合理的對待方式 鄭傑是一個成年人已經21歲了 他的父母親 他自己有自己的行為法律能力 然後他父母親在教育中好 在成長過程中教育怎麼樣 這是我們任何外人所不能知道的 難道我們是希望鄭傑的父母去交代 從鄭傑一出生到現在這20年來 他的教導方式跟教育過程嗎 對 那我們心靈就可以因此得到一個救贖或者是貧富嗎 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去思考的 那像剛剛提到怎麼樣稱呼才是正確的 坦白講這個在法律上都有非常清楚的規範 任何一個犯罪者在沒有被法律定罪之前 依照無罪推定的原則都應該稱之嫌犯 其實眼睛親眼看到目睹他殺人 可是在法律上我們正式的稱呼都應該是嫌犯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社會應該學習的 去學習更了解的一個點 剛剛福岳老師有提到 其實這個社會很容易去歸 特別是回到一個個人責備論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其實在媒體在開始的時候去找到 想去找這個所謂的殺人的原因的時候 例如說會去想說這個人的家庭發展怎麼樣 他的人格過程怎麼樣 那是不是玩電動 沉迷 甚至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有人會說他是遊民是街友 因為可能在龍山市那一帶 開始有經過這一代 那有人會說其實他是有精神疾病的 那也有人會說他其實是有喝酒的 所以其實當這一個歸因的時候 其實發現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他突然間媒體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其實包括在昨天 就是我們錄音的前一天 其實有一個自閉症的朋友 他其實因為不小心碰到了旁邊的人 那媒體當時的報道說 你看儀式精神病患在這個捷運裡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騷動 媒體為什麼那麼容易的去歸因 單純的去回到把這個問題回到他個人的身上 甚至去貼上一個跟弱勢者標籤 然後從這個角度去看待一件社會事件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長期在談的台灣媒體的一個現象 當一個社會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媒體很直覺的 或者我們講說這個膝蓋式的反應就是 我要找出裡頭最手動的點來報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事件一開始的時候 媒體的重點都集中在這個凶行的過程 傷者的狀況 死亡的情形 然後去找出這個人的手法多麼凶殘 那這個反應了我們台灣媒體長期以來一個慣性 當社會議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要找出裡頭最能夠療動跟調多 民眾觀看欲望情緒反應的那一個點 所以才會在報道上強調那麼多的所謂的血清的過程 或者是受傷的狀況 即使在事情過了一陣子之後 好像有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反應的事情的時候 媒體都會大幅報道 為什麼他要持續群眾對這件事情的關切 對他來講最直接跟有效的方法 就是讓民眾對這件事情 情緒上的反應可以因為媒體報導持續下去 他就可以獲得收視力 他並沒有思考的是說 他的社會責任的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的報導內容 才是民眾真正最需要的 或者從資訊提供的角度 民眾需要的資訊是什麼 這些東西都放在背後 他要的是持續群眾的情緒反應 可是這樣持續的情緒的反應 對這個社會是有幫助的嗎 或者是對媒體的好處又是什麼呢 這也是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媒體並沒有在這個過程中 從理解跟學習到說 一個所謂公共 所最大的公共利益在哪裡 媒體在這個公共利益上 所應該扮演的功能角色 或者說他忽略這件事情 第二個社會大眾對媒體的期待是什麼 是不是大家每天守在電視器前面 我要看的就是這些寫清的東西 還是我希望得到一些更多別的東西 對這個社會公共利益有幫助的東西 這兩個狀況在互相沒有辦法去契合的狀況下 當然媒體就會選擇說 我繼續揣測民眾要的是商情的東西 就要做下去 對我覺得也許可以再進一步的思考 在下一段節目當中我們可以持續的談有關媒體的部分 例如說為什麼只是在這種所謂的三色星的表現上面 我在想說如果有一天 我們假設所有的媒體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收視率壓力的時候 那難道我們的媒體就有能力報導出不一樣的角度 或者是能夠去呈現這些所謂的比較更深層的討論嗎 我要講的是說有時候的確會是這個老闆的壓力 這個所謂的競爭的壓力 有時候會不會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能力 或是媒體的能力在面對這些事情上面 他恐怕是出了某些的問題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在我們節目當中來跟輔月繼續討論這樣一個話題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以及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聯合直播的節目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會直播之後會在公庫以及燦爛時光的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會直播之後會在公庫以及燦爛時光的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我們的網站上面也會來播出 當然如果你要聽廣播的話在民雄地區可以透過FM88.1來收聽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節目是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8點就會直接來做廣播的節目的播出 今天的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媒體官大教育機經會的發言 同時也是文化大學大傳系的副教授林福岳林老師 福岳老師你好 周橋好 各位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剛剛談的這個話題其實是放在一個媒體的角色上面 以及媒體它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有媒體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個社會如果呈現的是一種無力感的話 我覺得整個社會是有很大的問題 例如說媒體很急切的是想要找到一個所謂的戴罪的羔羊 或是找到某種的原因去解決它去讓大家理解 用簡單的方式去理解這件事情 可是另外一方我們看到我們政府也是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例如說加派的警力 而且這個加派警力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非常誇張的 例如說他有這個所謂的比較像霹靂小組 這樣一個角色也都下來了 其實都是荷槍時代 我們看到民眾其實也是非常的緊張 甚至我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張照片是拿著關刀做捷運的 那我覺得這很恐怖 這恐怖不是來自於震捷的恐怖 而是來自於這個社會反應的恐怖 我不知道學長你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們的政府怎麼會用這麼簡單的方式來去回應這個社會呢 確實以我個人搭乘捷運的經驗 在事情過後的幾天裡頭 我在捷運站裡頭都可以看到賀槍 有沒有時代我不確定 但是確實有賀槍的警察 或者是像你講霹靂小組的人員在現場走動 這當然有兩極的反應 比如說有些群眾覺得看到這些警察他覺得心安 對 可是有些人反而覺得這些警察讓他們加深恐懼 是不是監獄真的很可怕 所以才需要這些人的侵限 那我想政府也會 面對這個事情的能力跟經驗 確實也有改進的必要 可能他們過去也不知道可以 沒有這樣的經驗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第一時間的立即反應 為了安撫群眾的情緒 他能夠做的就是所謂的加派警力 那甚至我還聽過一些人提出 是不是只要進捷運就要做金屬探測 提的門啊 或者造行李要不要照X光 那事實上在我經過大陸有些城市 他們做捷運確實是要很多金屬文根 是沒錯 可是那樣子對群眾來講就是最好的嗎 或者甚至進一步獎價就能夠完全的 杜絕這些可能潛在的犯罪行為嗎 那這個實施坦白講 我相信台北民眾過兩三天 你給他做清楚什麼X光 他可能又要抗議了 對我生活造成太大的幫助 沒錯 我想這個確實是反映了一個點 我們整個社會在面對這種重大意外事件 跟辯故的時候 我們社會的處理能力是什麼 這可能要從兩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當然是所謂的行政機制 或者是政府體系能夠做的應變措施 除了加長安全防範之外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們社會集體的心裡頭 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必須要經歷的過程 所謂的我們用比較白話講 就是一個撫平創痛的過程 對這個怎麼來禁止 另外一個方面是整個社會民眾 對於這件事情看待的有太多個做法 我們思考的第一個當然是 我們每個人自身的人身安全 這沒有問題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當面對這個創造的時候 我們思考到它背後社會的集體成因 我們今天防堵了一個人 組織了一個人 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再發生嗎 我們社會大眾面對這個事情 除了譴責 除了透過法律律律去處理之外 我們整個社會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做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作為 比如說民眾自動的憲法、憲法 或者我們也看到一些宗教性的團體 在裡面做一些活動 我想這些都是好事情 可是總體來講 我覺得我們社會還是欠缺一點 欠缺相當程度對這件事情 一個成熟的對待方式 你剛剛談到這個 不管是民眾去獻花 或是宗教團體 包括基督教在裡面的禱告 或者是一些其家宗教祈福的行動 其實我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 都會讓我覺得說 政府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政府除了去加派的請力去維護安全 讓民眾心安之外 這個社會的相關的救助的系統也好 例如這個救助系統 可能包括受害者的家屬 甚至政潔的家屬 某種程度上面 他也是一個無辜的 從某個角度來看 政府怎麼去處理 或是怎麼去面對 或是剛剛談到集體社會的創傷 這個社會的沒有任何的安全系統 或者是一種所謂安慰的系統去協助我們所有的人走過 讓人家覺得非常恐慌跟悲痛的過程嗎 坦白說今天最後假如說法院判定的 的確是政潔幹了這件事情 我想以台灣現在法律大概就是死刑 這個死刑當然不在我們今天的議題上面討論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今天政潔真的被槍斃了 難道不會有下一個問題的存在嗎 就不會有下面這樣的一個類似的情形發生嗎 那我們的社會好像現在是一種拒見法的方式 去解決或是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更好的方法去面對它嗎 我舉一個例子 前幾天有幾位馬來西亞的僑生來找我討論事情 他們就跟我問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為什麼在台灣的社會裡頭 一個殺人犯他做錯的事情 他的父母親要出來道歉 我就反問他我說我先問你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馬來西亞的話 父母親需不需要出來道歉 我說我再把這問題分一點 如果在馬來西亞社會 華人做的這件事跟馬來人做的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差別 那他們非常明確地回答我 當然我不是說這一定是正確的 我只是說這些學生很明確地跟我說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馬來西亞的話 絕對不會有父母親出來下罪道歉 我不是說這是對跟錯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台灣會有一種期待 今天就是要有人出來對這個事情做一個交代的這種心 沒錯 今天正結不能他已經關在看守所裡頭 他不能出來面對社會 那麼社會就會期待父母親必須出來面對 甚至有人說你不能只在將子睡戰 應該要到這些每個人死者的臨堂前去祭拜等等 好我現在就必須要問一點 如果正結的父母親真的到每一個死者的臨前去祭拜叩頭 然後我們社會就因此得到俯平了嗎 就覺得這是可以接受更過去嗎 沒錯 那所以就像你講 我們社會缺乏這樣集體的機制 至於說有沒有 我相信有 今天台灣有那麼多的所謂的心理輔導的機構 那也有很多的宗教團體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甚至是醫院的精神科 或者民間醫院裡頭的精神診所 我想我們社會這樣的人力跟社會資源並不是沒有 可是我們整體社會並沒有發展出一套做法或機制 當我們社會集體發生重大災難的時候 這些可以協助人們去面對社會創傷的社會資源 怎麼去運作 怎麼去所謂觸及到每個需要的人心身上 我們這一塊的作為一個能力是欠缺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在這段時間我們恐怕得要去學習的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發生的確讓我們社會 所以必須不是是找到一個待罪羔羊或者是找人出來面對就解決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殺人者他被出食之後他就解決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會談到實行並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很多跟這個社會的一些相關的這個所謂的司法的制度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社會的安全制度 或者甚至在教育都恐怕都有非常非常複雜的關係 其實我們也會期待說我們的政府在這件事情之後 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討論 有更多的去理解這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過程 而不是只是在用一些警力來去讓我們短暫的時間去感到安心 但其實這樣的一個警力的配置後遺症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也是會有一些人產生更大的質疑 回到我們一開始談的媒體問題 我們知道媒體會這樣子報導 其實有一份就像剛剛福岳提到的修飾率的關係 或者是他們假設讀者觀眾喜歡看這個部分 可是坦白說如果有一天沒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所有的媒體都有可以他比較好的發揮的空間 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媒體真的有能力做到很好的分析嗎 能夠做到很好的討論嗎 第二個就是假設我們要做一個很好的分析 要做一個很好的討論 在這個事件上面我們有什麼樣的面向可以去報導 可以去處理可以去分析的呢 我想我們都了解 在每個媒體內部都有一些所謂的新聞規範 或者公約之類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血腥的不可以報導 什麼受害人不可以露出面孔這些都有 但是這些都是所謂消極面的說 媒體不可以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 可是媒體應該做什麼或者要做什麼呢 這個是沒有規範的 從這次媒體的反應我們可以理解 其實我以我的猜測或者是判斷 就像剛剛忠祥講 即使沒有這些外在的這些影響力 我們媒體是不是就能做出一個很世界 或者很好的規範 坦白講我個人是有一點悲觀的 也是因為我們媒體長期以來已經喪失了這樣的能力 我怎麼去對一個新聞事件做一個最世界處理 這個所謂的世界不只是說去做最好的告知 或者避免最多錯誤 而是對這個社會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正面的引導 我覺得我們媒體在這方面的能力 確實是欠缺的 但是如果回到我們畢竟還都是一個傳播科系的老師 我們假設要同學們去做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不曉得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 給這些未來的媒體工作者 或是現在媒體工作者一些建議嗎 我覺得很好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必須發揮 我不能說我們今天因為在學校交傳播 我們今天就有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 或者是完全攻略 我說好媒體你應該這樣做才是對的 反而是應該藉這個機會 像你剛剛說 也許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跟媒體 我們有一個互動的機會 大家來檢討說 過去我們在這段時間 媒體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那麼可以怎麼做 我們來參考一下國外的案例 國外發生這種事 包括911 或者是日本的這個街頭隨機殺害事件 或者像挪威的殺害事件 他們的媒體是怎麼處理的 我們看到這些媒體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更發揮的影響力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些機會 這個事件應該是提供我們傳播科系 跟媒體一個機會 我們從中去發展出一個 將來面對這些事情 可以合一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時候媒體 大概有個現象 我加一個點 抓到菜來的都是菜 對不對 今天隨便一個有一點心理背景 或者一個什麼醫生 他就教一大堆什麼 你怎麼去檢視人格 結果這個東西反而變成一個判斷標準 如果你量表或者測試 分數沒有過或怎麼樣的話 你可能就是潛在的一個精神病化 或者是反社會人格的分子 這個都是負面的或者沒有必要 或者沒有意義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這些東西它的浮誇或者是謬誤所在 媒體做的應該是這一點 而不是不斷地去複製跟強調這個錯誤的事情 沒錯 我想這是一個怎麼樣在這個事情之後 不管是在媒體 或者在社會的救助系統 這種撫衛系統或者是安全系統當中 怎麼樣更深刻討論 現在就可以開始去構思 甚至去執行的一件事 也許媒體觀察基金會 我們可以來開始做這樣的一些討論 去邀請一些朋友來 好好的來針對這件事情 之後這個社會該怎麼辦 媒體該怎麼辦 今天非常謝謝林福悅老師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現有媒體之外 不同的面向 謝謝福悅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請收看公司新聞媒體中心 PNN燦燦時光會客室會在那裡播出 我的愛會給你一個擁抱 抬起頭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激光的世界 很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